没本钱没办法 反正我本来就习惯过穷日子 眼前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记不记得 在出发前曾到过我家 那时你穿着衣服呢 现在还穿在身上啊 你看看 是什么东西这么硬 这是什么东西 里面居然有暴露 不是那天晚上你喝醉了 不省人事的时候 我为你准备的不时之需 振作起来好好的努力吧 把这些拿去当本钱 请您原谅我 我现在才发觉您的好意 我是前所未有的大傻瓜 现在而如不知 情苦又闹已求知我 身为此业如情 可以吃饱某云所需 苍可如意无所法断 苍可如意无所法断 这是多么渺小的智慧 实际上是远离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路 但我们还是心怀成佛的愿望 因此当我们听到可以成佛的预言 心中感到无比的喜悦 嗯 哈 哈 哈 今后觉悟我燕碑是灭独 等佛不上悔 恩乃未正面 我竟从佛文收集庄严实 起传 此首觉 神兴 变幻兴 受学无学人祭品 第九 十大地府之一的阿纳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帝 十大地府之一的阿纳 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怎么了 阿纳 罗侯罗 大慈大悲的世尊 我等生生都受您的教化 唯有您世尊是我等唯一的皈依 也想请世尊预言受祭 我们是否也在不久之后成佛 希望世尊满魔等大愿 是啊 他们已经跟随世尊很久 我们也想知道他们两位的未来 放心吧 阿纳 你在服事六十二亿位佛之后 会完全觉悟 好山海会自在通往佛 国名叫常立圣婆 教导无数位菩萨 直到菩萨们也得到了完全觉悟 菩萨们都生出怀疑的心 而做试念 为何我等都未曾经过 佛给我们这些诸大菩萨受计 这是有何因缘呢 而那些小声闻 却先得到佛给他们受计 世尊知道 这一切菩萨心生怀疑 于是就对他们说 在这里的菩萨们 你们都是发愿 要得到佛的智慧 而我和阿纳 在以前跟随空王佛时 就已发过如此的心愿 世尊 那么我们是不是和阿纳一样 只要多听教会就可以成佛 阿纳在过去便不断努力 而且发愿要多听佛的教会 他于未来也必将听闻 多谓佛的教会 并努力引导诸位菩萨觉悟 如此来世他一定成佛 明白了 谢谢世尊 是尊神喜悠 令我念过去 无良诸佛法 如今日所闻 我今不复已 按住余后道 方便为使者 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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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侯罗 你在未来世 也必将成佛 你以后 也会成为诸佛的儿子 并崇敬赞 如宇宙 如宇宙浮尘之树的佛 阿难成佛时 你将是他的儿子 借着此修行 你必能觉悟 我也可以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阿难 好好看看聚集在这里的两千弟子吧 他们都将在今后为求觉悟而累积修行 供养并尊敬无数的佛 而后获得觉悟全部成佛 名为宝像如来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这里的两千人都将同时成佛 各自住在光明佛国里 各自住在光明佛国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师品 第十 法师品 第十 如来的住处是慈悲心 如来的衣服是忍辱柔和心 如来的宝座是了悟因缘的空性 明白这一切 即到达安乐的最后境地 佛陀 感谢您的教导 使我们明白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道理 要望菩萨呀 佛陀所宣说的正是《妙法莲华经》 只要有人听闻这一部经 即使是其中的一段经文或是一句记 甚至在一念之间 对这部经产生信心 感到欢喜 我都授记他们将来都会成佛 真的只要一句经文就可以彻悟吗? 是的 只要被法华经中的经文所感动的人 哪怕只是一句都将彻悟成佛 还有 如果有人读诵法华经 解说或书写即便只是一句经文 或者恭敬法华经如同佛一般 以香花烧香等来礼敬供养 要望菩萨呀 这些人将来必定彻悟成佛 受人天敬养 这么的殊胜啊 我入灭之后 凡是有人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 并且又能广为宣扬法华经 他们都是如来的使者 如来的使者 不论是广为流传法华经 或是默默的传扬 甚至只为一个人宣说 即使只是一句经文 这些人都是如来的使者 并肩负起如来的使命 来到这世间 要望菩萨呀 是 世尊 我现在告诉你 我所宣说的经典 无量无边 但其中以这部法华经 最为难信难懂 因为这部经 是如来的秘密法葬 凡是读诵受持法华经的人 如来都会守护他们 他方世界诸佛 也会一起来拥护 所以由此经之处 如同供奉七宝塔 见到此塔 如同见到如来全身一样 啊 这部经实在太殊胜了 这世上 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修行人 如果不曾听闻受持法华经 那他不论历经多少修行岁月 也不能究竟成就 就好像有一个人很口渴 想要在高原上挖井取水 结果只挖出干燥的白土 表示井水还很远 再继继续挖掘 有挖出含有水分的湿泥 那就可以确信快要挖到井水了 这个比喻是在表示什么呢 这是在说明法华经 就好像正有水分的湿泥 如果有修行人能修持 就离彻悟成佛不远吧 佛陀 请问您如来如灭后 若有人想要宣说法华经 应该如何做呢 要望若有山南之山余人 如来灭后 于为始终说是法华经测 是山南之山余人 如来始作如来意 ач日详 愿书是山余人 既果是自动 都是区 те 阿南诸师宗, 然后一步写来行, 为主菩萨经世宗光说是法华经。 如果能运用这三个条件, 并且永远不懈怠地来宣扬法华经的人, 如来将尽全力来护持它, 就算弘扬法华经时没有任何听众, 如来也会派遣龙天护法来护念赞叹它, 如果宣讲时忘记经文字句, 我也会为它重颂经文。 是啊, 佛在前面说, 大家都是在十六王子时 种下了这一佛成的种子, 现在成熟了, 弘扬法华经的法师真是传池佛种啊! 对啊, 这样传池一佛成妙法的法师, 千万不可让人悔报, 这会断众生成佛的因缘, 这罪太重太重了!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起见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荡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陈征义公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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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 用力散脱 把来自国常会 都来曾经佛 自来莫报神 罗来莫 那等那等那耶 大卡古大耶 祖父身若万在那 ordaine名号的灵录等 正老耶伍写解消灰 那莫天福 一着嘞 何无懇不到来 那莫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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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icher 为吉他答得拉耶 大大可得耶 诸佛师的如今的佛丽 如来明到能力 如在上的恨的勇力 经过清醒 佛爱的 爱不恐怖 谁如来 诸佛志的如今的佛与陛觞就看这andin verbal 匝盛啊不可爱 约翘和静音 如今的佛丽…… 尽量等大叔说 因此对甘露 为难不妙是谁罗恩来 难不妙是谁罗恩来 苏罗巴也大大可大也 何佛自如文妙是谁罗恩名号能力 如登国首丑陆族根居住 想好圆埋书生断言天上人间 最为的 难不妙是谁罗恩来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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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哦哦哦 说胡乞丹达耶 depressing 合� deceIham 草身避兑曦 我事人如文草报如来 明好能力如曾 居住在无身 亦作出然后 今来不阿弥陀佛罗大 今来不阿弥陀佛耶达达达达耶 祖母神如来 阿弥陀佛罗大明哈能力 如在王神 祈奉祈勒敬祈祷天皇阿神如不退 代迫世间咚纳慧得职待光明如来 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路加尉斯迪 靈大地 寄作拉 布兰方也大胆 多大 祖我只等若闻 世间 光大为德 自在光明如来 名号 能力如灯 我的无宗 共得一则一则 世间 最为地 二则的菩萨 圣诞耶稣 神圣者 为德 光大超过一千万岛 年末如日照 世间 与大海 功德 威慰 世间 得大人 来说 将若一世 鸟肺 共而无助 爱护者 得大坚固 慈慰 光明 胜心 明 正如流离 处处 我只等若én 正如来 以试验 离 八七 众生 用力 烦恼 纵独 陈度 国爱 隐藏乐 以 神奇命 全身 力 故 正欧 正欧 生 道 阿尔 臣 其 名 全身 力 故 正欧 生 道 臣 其 名 全身 力 故 正欧 从党 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以菩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护影无患 父母明星无安 父母教许倾听 父母则许诚成 东则文 下则金 陈则心魂赞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岁笑 无善为 狗善为 自大愧 五岁笑 无私藏 狗私藏 情伤 亲所好比未惧 亲所无尽委屈 神有伤一亲有 得优伤一亲熊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爱我小小河南 亲爱我小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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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NOT 好大的雪 天气好冷 小小 这么早去哪儿 昨天大家约好了 去小河家帮忙干活 我不能迟到 在自己家里干活 没见他这么鸡鸡 小小 你这是去哪儿 我去小河家帮忙干活 中午就回来 帮爸爸买本书可以吗 好啊 爸爸 什么书 书名在这上边 爸爸过几天要参加一个考试 需要这本书 参考书 这几天我和你妈妈都有事 没时间去买 麻烦你了 笑笑 放心吧 爸爸 我今天一定买回来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爸爸妈妈再见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下午跟同学们一起堆雪人玩了 太有意思了 雪人 我正在看一本有关雪人的书 你要不要看看 好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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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完了 爸爸早晨让我帮他买书 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现在赶紧去买吧 我去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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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本书什么样子吗 我只知道书的名字 哎呀 你呀 你呀 只会给我找麻烦 小宠哥 你快点儿让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小宠哥 你到底想到没有啊 你不要吵啊 我这不是正在想吗 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这是什么 时间转换帽 时间转换帽 它有什么用处啊 它能把书变出来吗 哎呀 小宠哥 别开玩笑了 它不能变书 但能转换时间 转换时间 你听说过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的传说吗 传说天上每过一天 地下就会过一年 你戴上这顶帽子 现实中一天的时间 你能够当作一年的时间来用 这么说 我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时间去买书了是吗 我马上就去 慢着 怎么了 这顶帽子需要大量的电量 现在电量不足 那怎么办 马上就六点了 现在的电量只够坚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够用了 到了一个小时 你必须把帽子摘下来 否则你将会坠入一次元时空 什么一次元时空 你到底用不用 要想清楚 这个 好吧我用 可怜的笑笑 但愿她能买到书 这么快就回来了 买到书了吗 书店的书刚好卖完 这么不巧 看来只有明天在想办法了 不行 爸爸快考试了 一定急着要看那本书 书卖完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要是我记着买书这回事 早点去书店 说不定就买到了 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小重哥 小重哥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 快点 小重哥 来不及了 对了 牛牛家不是收藏了很多书吗 对 我可以跟牛牛借 谢谢你了 走 董事长 走咯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牛牛 牛牛 我叫你呢 你没听见吗 你没看见我在这正忙着呢 牛牛 我有事求你帮忙 你能帮我吗 什么事 你们家有这本书吗 正干正要 不知道 牛牛 你帮我找找吧 这本书对我很重要的 我帮你找书 谁帮我扫血 依萨贝尔呢 他回家探亲了 要不这样 我帮你扫血 你帮我找书 也好 给 阿琪 阿琪 便室 你吃 救命我 阿嬌 快救命 救命我 救命我 Grant 李肖肖 李肖肖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这是 快帮我拉起来 你别怕 我来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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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你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差点被吸入异次元时空 幸好 你把我拉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都是他在作怪 现在没事了 他没电了 这么危险啊 你可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被吸进了异次元时空了呢 差点被吸进去 幸好牛牛救了我 爸爸回来了吗 还没有 我回来了 爸爸 爸爸 爸爸回来了 爸爸 爸爸 您要的是这本书吗 都买回来了 就是这本 笑笑 辛苦你了 小丑哥 你在想什么呢 这帽子没电了 我要收回去了 啊 不要啊 怎么了 这帽子冲上电 不是还能用吗 你还想依靠它 以备不识之虚 也是好的呀 嗯 说的也对 那我给它冲上电 嗯 嗯 笑笑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观赏外面的雪景 笑笑 在 妈妈 我来喽 家里没有酱油了 你去买一瓶回来吧 好的妈妈 妈妈不是让你去买酱油吗 你怎么还不去 不着急 时间来得及 你的速度一向不快 我有时间转换帽 怕什么 好 笑笑 酱油买回来了吗 妈妈 您别急嘛 我马上就去 这孩子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妈妈 教育我买回来了 这 这太神奇了 笑笑 你过来一下 嗯 好的爸爸 哦 笑笑 你能帮爸爸把这些稿件送到杂志社去吗 嗯 现在送去吗 爸爸明天要考试 今天得在家好好复习 麻烦你了 没关系的爸爸 这些稿子明天就要排版 你一定要在杂志社下班前送去 放心吧爸爸 等一下笑笑 哦 我差点忘了 哦 还有一张插图也要送去 嗯 好的 这些是什么 啊 爸爸让我把这些稿件送去杂志社 那你还不赶快去 不着急 我刚买酱油回来歇会再去 笑笑 你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 我这就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帽子没电了 昨天不是充电了吗 怎么这么快又没电了 昨天晚上停过电 电量没有充足 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刚想起来 这该怎么办 趁现在还有时间 你赶紧去吧 说不定还来得及 对 我这就去 哦 我忘记带稿件了 爸爸 你去哪了 我去杂志社送稿件了 你去晚了是不是 你已经知道了 刚才社长打电话告诉我的 对不起爸爸 我中午就把稿件给你了 你怎么现在才去 我 我 没有这份稿件明天就不能排版 会影响杂志发行的 你知不知道 哎 算了事情已经这样了 责怪你也没有用 都怪我一时大意 没有自己把稿件送去 哎 怎么了 没赶上时间 嗯 没想到因为我的失误 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你说爸爸会不会受到社长的惩罚呢 嗯 要是事情很严重的话 爸爸要负很大责任的 那我太对不起爸爸了 都怪这顶帽子不好 每次都是在我需要它的时候 它就没电了 你埋约帽子是没有用的 你应该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有什么问题呀 父母要你做的事情 你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毫不懈怠地去完成 而不应该完全依靠外物 我当时把时间转换帽给你用 是帮你暂时度过难关 你要是每件事情都指望使用时间转换帽去做 那就是你不对了 嗯 你说的对 小宠哥 我应该尽力去完成爸爸交代的事情 嗯 这就对了 谁 谁啊 爸爸是我 哦 进来 爸爸我错了 我不应该懒惰 耽误了您交代的事情 我对不起您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错了 以后改正就行了 爸爸 我要弥补自己的错误 你 明天早上 杂志社开门之前 我要把稿件送去 好 好 这么大的风雪 你还去吗 我已经答应爸爸了 就一定要做到的 小小 我给你一起去 小小 真冷 早知道 我应该多穿点了 想想那张插图呢 这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是你早晨走得匆忙 忘记带了 一定是这样 可是现在回家去拿 就来不及在杂志社开门前赶到了 没关系 用这个 用这个 合适吗 现在是紧急时刻 顾不得那么多了 好 糟了 帽子回来 帽子 帽子回来 帽子回来 这下坏了 这该怎么办呢 这下坏了 这该怎么办呢 一定是刚才那阵风只把稿件吹了出来 插图一直都在文件夹里 咱们虚惊一场 咱们赶紧去 别再迟到了 爸爸 我按时把稿件送去杂志社了 杂志社的叔叔说不会影响排版的 太好了 孩子 冻着你了吧 爸爸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老 笑笑 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 小朋友们 大家想过没有 我们答应父母亲友的事情 最容易做不到的是谁呢 对 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对别人不守信 通常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而答应了父母不去做 还可以找找借口 父母很容易就会原谅我们 正因为这样 我们在对别人守信的同时 更应该完成对父母的承诺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看完今天的故事 大家都要想想 有没有曾经答应父母的事情 还没有去完成 要赶快去做哦 要记得 父母命行物来 再见 再见 苦法 继续 这当然 事实的 铱 regional 事实的 n 实在 巨鸟长叶无边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初笔高翻冰面 巨鸟长叶无边 十岁潇雾山位 十岁潇雾山位子大魁 五岁潇雾似藏 狗似藏起心上 倾所好离悲惧 倾所无尽悲惧 身忧伤一亲友 德忧伤一亲熊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识歌 一无色人无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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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不自保不自欺 胜与险和群聚 鲜与险和群聚 一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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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实要供焉供 甘露诗实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聚花月 贤结千佛书胜功德日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线上礼拜药室宝灿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6月9日星期四 时间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 线上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死神将在何时现身 我们无法得知 听闻的人们啊 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死亡如同闪电 毫无预警的袭击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你或许深强体健 和朋友一起品尝美赚佳肴 或凝视壮丽宏伟的景致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可能近在咫尺 当死亡来临时 那些亲近你的人 将被留在身后 你的对话将被中断 留下尚未用尽的食物 以及未完成的计划 人们突然死亡 遭受意外 被人谋杀 因使用不节的食物 或错误的药物 而中毒死亡 在游戏或运动时受伤 或死于战争 这些事情 不是常常发生吗 死亡的威胁 总是伺机而动 你应该如同一个旅人 行进到北出没的国家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个遭受暗杀威胁的政治领袖 绝不会松懈警戒 他避免接连两个晚上 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总是觉察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时时刻刻 保持这样的警觉 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 要如此思维 早晨来临的时候 人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 发现一具尸体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菩萨讲座 那原觉之人呢 厭于思维 那原觉之人 他本身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他就是在观音源 观音源 那个观字当然就是思维 就是思维 所以一直观观观观 观到某一种程度 他已经有所体悟了 所以到 他的境界为止 已经解脱 这个时候 其他的道理 或者是说你要再叫他去想其他的 他可能也不愿意再去想 或者你要再去叫他去做其他的 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做 所以在经典里面 世尊曾经告诉大家 设尊者 好几次 你不要一个人住 你要 去跟大家结结缘 去跟大家那个说法 去跟大家教话 经典里面讲得很具体 大家设尊者是当场拒绝 我不要 不要 大家设尊者是一个怪咖 我们现在在看经典的时候 师父当然这样子讲是 不应该这样子讲 但是他真的是很奇怪 连世尊叫他去教话众生 去跟大家说法 他也不要 他是真的不要 这个经论里面有提到大家 所以 经典里面在谈这些事情是真的 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 阿罗汉怎么可能 阿罗汉怎么会这样 大家看到的阿罗汉 常常出现在经典的 只有那几个比较有菩萨性格 你常常会看到出现在经典里面的 像那个瑟利佛 穆建林 虚伯迪 那个常常出现在经典里面的 妇罗那他们等等 阿罗汉 那个都是算是有菩萨性格的 只要你看到那个什么十大地址 没有出现在经典里面的 不常出现的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是 这是这个没的 所以你们在经典里面 你们会不会看到 幽波利尊者 很少阿 你想他在做什么 玩手机 没有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自修 在禅月当中 然后就盯着人家 看人家有没有犯戒 第一行提到说 善男子 声闻之人 就是对大众讲的一句话 那声闻之人呢 厌于多闻 就是满足多闻 就满足他所知道的 因为已经证得四地 所以已经对其他的道理呢 已经不是那么样的有兴趣 那言诀之人呢 厌于思维 因为一开始呢 就是从思维入的 那证悟了因缘法之后呢 已经不是那么有意愿 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个叫厌于思维 就满足了 那其他的事情呢 已经不再多去想 那佛于是恶心无疲厌 那这里说 没有这两种信念 指的就是 指多闻跟思维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 厌离 或者是说 不会有觉得说 疲惫啦 或者是说满足 没有这两种心情 所以因此不断地学习到圆满 所以顾名为佛 这是第几个 这是第五个差别 二圣人跟佛之间的差别 好 接下来 善男子 譬如 净物 净物呢 就是干净的物品 那放在 干净的容器 这个叫致于浸气 那干净的东西呢 放在干净的容器里 这个叫做 表里聚静 就外表呢 跟里面全部都是干净 不会说有一个脏东西 放到一个干净的瓶装里面 盒子里面 或者把一个 干净的东西 放到一个不干净的一个容器里面 那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后面差别之处 声闻跟原觉呢 至虽清静 而气不清静 这里的差别 它不是用 里面的物品跟容器来做 同一个解释 那当然这样子的解释 稍微说明一下 这至虽清静 是说 声闻 二圣人 他们的内心里面 没有染无心 没有染无心 所以 是在指 那个东西呢 是清静的 好像就是指 二圣人 他的心 他的意 意是属于在内的 他的意念呢 是清静的 但是呢 气不静 这个气不静 也就是在讲声和口 因为这是表现于外的 所以这个色身 好像就是一个容器一样 虽然二圣人他们解脱 在他们的内心里面 里面的心装的东西呢 是干净的 是纯净的 没有染污的 但是外表的语言 跟行为肢体呢 看起来或许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动作 看起来像是染污的 这个叫做 气不静 这些会反映在声跟口 好 那如来不耳 世尊呢 不会这样子 为什么呢 世尊的 至气 俱进 也就是身口意 全部都是清静的 没有一件事情呢 是不圆满 那所以说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所以 这样子 顾名为佛 所以如来呢 世尊 自尊 俱进 俱气自尽 怎么好像都会有一个字 读 发音不对 自气 俱进 世库 名佛 每一个星期 有在读波蕊经 都还会这样 读波蕊经的话 够了 好 那这是第几个差别 第六个 好 三个人子 静有两种 清静有两种 一者 自尽 因为要再解释前面所讲的 因为刚才已经用容器 跟里面的东西呢 来做 形容 那进一步的说明说 其实清静呢 有两种 一者 自尽 这里讲自尽 就是智慧 就是在指异业 异业清静 第二种 二者 行静 行静呢 是指行为 是指行为 这进一步的让大家知道说 前面的比喻是在比喻什么 不清楚对不对 好 再跟你们用一种方式来跟你们说清楚 为什么刚才前面说 声文的气 不清静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呢 看起来有相似的烦恼 所以后面解释 声文原诀 虽有 尽智 虽然有清静的智慧 虽然有清静的智慧呢 但是 行 不 清 敬 这个所谓的行不清 敬不是说 恶圣人他们真的去违犯了一些身口不清静的事情 不是两舌其语二口 妄语这些事情 不是这种事情 是有一些语气 他的口气上 在喝着人家 或者是在 在针对某些事情 在评论的时候呢 他的口气可能是不好的 或者是说 他的行为呢 可能是不好的 看起来呢 相似 相似 烦恼 看起来相似烦恼 所以这个叫行不清静 就是在行为上 那这个行为 当然 以 做一个 身口意的区分来讲的话 就是指 身跟口 没有其他的嘛 除了 除了这两种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 因为他们的意 都是清静的 好 那所以 可以知道说 身文恶圣人 他们的 身口意的 清静 进化程度呢 是还不够圆满 那师尊 如来呢 自行 俱进 世故 明 佛 所以 世尊的 智慧 还有行为呢 都是一致的 这句话 如果放在 我们的身上 这句话 如果放在 我们的身上 也就是说 比方说 我们都知道说 戒律的规范 戒律的规范 就是 我们所知道的 这样子做 是不对的 假设说 我们现在的 想法跟观念 是正确的 但是做法 跟说法 有的时候 常常是不对的 我们经常 做这种事情 尤其人与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 没做事 没事 一旦做事 做越多 事越多 但是道理 那时候的道理呢 是放在 保险箱里面 是放在佛前 没有带出来用 是没有带出来用的 所以师父常常会看到说 奇怪 大家平常 只要是没做事情 讲道理的时候 尤其喝咖啡 大家都说到有一个白衣 只要一旦做事情的时候 那个道理全部都放在 那个 置物柜里面 你就把它收起来了 这时候都不是讲道理啦 这时候都是讲习气烦恼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 坏习惯就是类似这样 道理知道 冷静的时候知道 做事情的时候就不知道 做事情的时候就往往会容易失去理智 所以有句话说 有些人 理智线断掉的时候 做出来的事情是很可怕 有些人感情线断的时候 就像刚才师父讲的那个 也顺便一提 就那个孔凡锦他讲的 你看有些人他去看精神科 因为他伤心过度 伤心过度的人他是理智 他是理智限断 他是感情限断 他是理智断 所以他就一窝蜂的一股 一股脑的就是整个都是情感的爆发 所以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 他是没有办法听的 因为他已经理智限断了 你在跟他安慰些什么 安慰些什么 很难有一些作用 你就要等到他有一个窗口宣泄完了之后 你再跟他讲说 你们人死了 对了 死了 这个 因为人的情感 越丰富的时候 理智限越容易断 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说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现在学佛是学一种决心 就是要让理智 理智呢 引导情感 我们不能没有情感 如果我们没有情感的话 那会跟声文一样 会跟二圣人一样 所以我们要带有情感 但是我们的情感不能过度丰富 我们必须要有理智 就是智慧 来引导我们的情感 然后产生作用 適当的去对对方做到一种 適当的关怀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今天不管是 不管是对不熟悉的人 更 不熟悉的人如此 那对家人更应该要 应该要去谨慎 为什么要说 说是谨慎呢 像师父刚才讲的 家里面一个人往生的时候 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 去抚平仓痛 那你这一年的时间 你的修行那算什么 你这一年就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修了 我有啊 我有带亲啊 我有在做什么功课 我有在送亲回家 那个像行师走肉一样 只是因为我想要 多为他做一点什么 我想要多做 为他做一些什么 然后 因为怀着这种心情 去做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情感的推动 那等于就是 只要你家里面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你就可能断送了一个 一年 你就断送了一年修道的 一个 时间 那你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 那可能就两年 而且那个可能是 可能是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 那个是 那个是N次方的 你不知道那个后面的数字 算出来是多少的 你可能会不知道 因为那个打击 打击是会累积能量的 这一次 大概痛一下 下一次会更痛 下一次会痛上加痛 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种道理呢 因为你们 你们现在就是那里面的善男子 你们就是现在里面的善男子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 就会像前面后面 那个讲的最后一句话 那个 在家者呢 是乃为难 为什么 多恶因缘所缠绕故 那你们不在那个环境当中做功课 不在那个环境锻炼 那你们要在哪里锻炼 在那个地方锻炼呢 大好大坏 你们应该也知道师父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能够 你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当中呢 算逆成长好了 那也算是成长 也是成长 那一旦没有的话 只要你家里面有一个人他出了状况 然后把你整个那个修道的那种心理整个往下拉 你就要再费一段时间再把它提起来 那通常大部分都大概经不起两件事情 经不起两件事情 家人的分离 家人的爱别离 老病死爱别离 另外一种就是事业上的不得志 只要这两件事情的折磨 几乎每一个人都倒 几乎每一个人都倒 那只要你其中有一个出状况的话 那很容易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那一旦你这两个全部都同时一起出现的时候 你对你的宗教信仰就会产生极大的疑惑 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怎么会遭到这么大的不幸 我的身体怎么会得这种病 我的家人怎么会这么早离开我 我的事业怎么做怎么都不赚钱 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利 这时候你就开始会怀疑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我怎么可能会什么怀疑三宝 不会啦 你们不会怀疑三宝 你们只是怀疑因果而已 这时候你只会对因果 就产生有一些极大的一些问号 到底是怎样 这时候学习佛法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事情 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学习上 我们要避免一件事情 我们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在做善事的时候太期待结果 不要在做善事的时候太期待结果 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在佛门里面发心 当我们在佛门里面发心的时候 我们送金我想要得到好的一个可欲进 我送金的时候希望得到可欲进 我布施的时候我希望得到可欲进 当我去帮助人家的时候 我想要得到一个可欲进 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想要得到的都是一个可欲进 你跟我说师傅我才不会 不会 你一定会 一定会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只要你帮助的那一个人 他不是用正面来回应你的帮助的话 你只要一次两次 你对他就没有信心了 这个就是你已经对你所做的事情 那个结果已经得到一种动摇 我这样子做又不是他也没有这样子回应我 那我为什么我下次还要再做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对结果产生怀疑 我们已经对结果产生怀疑 就是说你对结果产生怀疑的时候 你还会再做吗 你不太会做了啦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厨房就是一个非常是非的地方 全世界最容易出现是非的地方 是厨房 絕對不在那里 在厨房 厨房顶多是乘搖遥控器而已 不太会有问题 厨房 师傅是过来的 20几年前师傅自己在厨房里面 什么样的情况没遇过 哪种情况没遇过 煮了好夾 拍一下 黏著人 禮拜的時候 開始就這樣 開始就說了 好夾沒有啦 好夾你就是噴到不會的那個腳 那一隻腳齁 你就整隻腳用到的 倒給他 就告訴他 我沒有了 對啊 他還有一點點 晚上會好夾 才我噴到什麼樣子 你今天如果煮的不好吃的話 你在廚房裡面大概 不用多久 人家就會去跟你講 一禮拜 一禮拜都吃的東西 師父在佛學院裡面 這樣子兩三百個人在吃 一個小時 把這兩三百個人的量 弄出來 你們會覺得說 一間廚房學廚 一間厚厚厚的 用多少人出來 當然也是要鼓勵 但是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誰跟我們鼓勵 我們自己心裡面 有一個 心知肚明就是說 公不堂捐 當然我們過去沒有這種 這種觀念 但是師父這樣子的一個過來經驗 跟你講 確實廚房真的是一個容易引發問題的地方 那哪一個地方不是這種情況 都是有啊 那你要不要 把你的 道恨功力 使出來 你能夠這樣子說 我不要了 師父只是覺得可惜而已 坦白講 師父只是覺得可惜啊 你好不容易親近了三寶 然後你很容易的就 就說 我不要了 就為了某一句話 然後心裡面過不去 然後過不去 過不去之後 就截斷了自己的散法功德 而且這一截斷的時候 不是只有那一個散法而已 是可能連菩提心都要一起陪下去啊 那不會好 不會好 要這樣做嗎 會 差不多都會啦 但是 我們真的就是有一段時間 要再多聽佛法就是這樣 比如說 你心裡面的那一關 真的很難過的時候 你要再聽一下佛法 再翻一下經典 你會發現說 當你在讀經典的時候 就會讀到說 對啊 不應該這樣 尤其當我們讀到後面 優婆社戒經 第四卷 雜品 裡面在談布施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經典裡面 看到布施 把布施講得那麼詳細的 就是 在佛法社戒經典裡面的雜品 大家有機會的話 去看一看 什麼叫做布施 很清楚 很清楚 第四卷 你聽到沒有 你不用揭 你揭到 揭到我的桌子打下去嗎 沒有 沒有啦 因為師父在整理講義 所以師父知道說 那裡面的東西 這裡面的標點符號都是 師父都會一個一個標點符號去看過的 你們相信嗎 你們相信嗎 師父這個講義看過幾遍 所以 所以師父在講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把這些 這些事情 名人 這些人家讀書人 這樣過來的 人家不是這樣子 一 一朝一日的 所以 世間化 有一句話說 好像 無人問 一天下吃 那一舉成名 一舉怎麼 十年還夠咧 十年才不夠呢 現在 現在讀書 讀十年算什麼 除非你是天才 你讀十年的話 你也才高中而已 一般的高中 能夠怎樣 能夠知道多少 東西 很有限 所以 是要認真 那不管怎麼樣呢 回到剛才前面的事情 我們是要當菩薩的 不要輕易的 輕易的遇到一些 不如意不圓滿 就放棄了很多事情 得不償失 而且 後面有很多的事情 準備等待要摧殘折磨我們 不是別人 就自己的 老 病 死 這些事情會折磨我們 折磨我們 折磨到什麼時候呢 折磨到死 然後折磨到死完之後 然後你下一輩子再去投胎 然後再折磨一遍 然後你活越久折磨越久 我們通常都是 兩種選擇 大家要選擇折磨短一點的 還是折磨久一點的 都是折磨長一點 50年跟80年你要選哪一種 80 都是要選折磨久一點的 怎麼可能要選擇折磨短一點的 80 再過幾年就到了 那被這種折磨 這種事情折磨 其實 這個就是佛法在講的 基本的痛苦 基本的痛苦 愛別離 生老病死愛別離 求不得怨真慰 五運之身 我們也都是在這種生活環境當中折磨 這種折磨都還 比較是 大家都平均 有些東西是不太平均的 比方說有些人他跟你折磨 你晚上睡不著 就每天到晚上的時候 你就開始 不知道要怎麼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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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折磨 有些人吃東西很痛苦 吃東西的時候 它也是一種折磨 但是我們生活上這些事情其實 被折磨的事情還不是只有這些 其實你看我們佛弟子 打在天窗說亮話 我們這樣子學習佛法 幾十年幾載的時間 到底我們 有沒有真的想說 我 我真的很心安 我真的不愧 我這一輩子 我真的摸著自己的良心 我真的沒有覺得無愧於我心 我看著佛菩薩的時候 我可以很坦然的看著諸佛三寶 這樣子 感謝你的教導 我也不枉費你的教導 你們看到師父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都感恩在心 而且我也覺得 我不虧你的教導 不要說這個 不要說這個部分 比較不尷尬 好 回到我們的講義 好 那所以如來世尊呢 智慧還有行為呢 全部都是很親近 所以事故名為佛 那這是第幾個 第七個 好 那三男子 身文原訣 其行有編 這個行跟前面的那個行呢 不一樣 不同的行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區分呢 讓大家稍微比較清楚 前面的那個行是 用生火來講 那實際上有沒有這樣的解釋呢 似乎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解釋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解釋 因為 對於佑婆社界經的一個解釋 在 在網路上呢 很難看得到 好 那這裡的行呢 一般來講是叫做造作 或者武運中的行 無名行的行 還有色受想行的行 那這兩者之間呢 有些許的差別 那這部分不多談 這個地方呢 就針對這個地方的行 來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的行呢 身文跟原訣 二聖人他們是比較偏向有造作的 為什麼說是偏向有造作 因為他們有取捏盤的這種心 這種想法 有這種心的心所的活動 應該 正確來講的話 也許不叫做心所 就是說 他有對捏盤的這種 取證呢 有所取 對捏盤這一法呢 是有所取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放 好 那因為 其行有邊 這是第一個 因為心裡面有造作 那另外一個呢 後面 就針對的那個有邊的意思 就是說 在做事情呢 是有限制 在做事情上是有限制 為什麼說有限制呢 就回到剛才所講的 因為 二聖人他們沒有 別相的智慧 就沒有辦法去分別眾生 煩惱的根源的這種智慧 沒有這種智慧 而且他也沒有想要 再去多去留意用心說 他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去分開解決 沒有 所以他也沒有這樣想 而事實上而然 就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智慧 所以我們的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沒有想要 學這個東西 就不會得到這種智慧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牢記在心的 所以 你沒有想要學禪定的話 你一定不會得禪定 跟你保證 你說無意中得禪定 那個 無有是處 無有是處 你沒有學這個你怎麼會得這個 沒有 好 好 那所以 這個行呢 告訴大家 有兩個意思 就是內心裡面有造作 所以 對於 對於某一些智慧 跟利益中生的事情 他就不能那麼樣的 圓滿 或者是說 能夠做任何事情 接下來 第二行 是如來是尊其行無邊 那這個行呢 是指無所得 因為在大波蕊經裡面 談到 以無所得為方便 以無所得為方便 這個不是普通人可以行使出來的 這是要體正空性之後 靈活的使用智慧才有辦法 所以在教化眾生的時候 會有一個眾生的影像存在 但是我們不能落入這種眾生相 所以就必須要告訴自己 或者是說 必須要再建立一個空相 然後再去教化眾生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緣故 所以菩薩在做任何事情 他就沒有限制 因為他為什麼沒有限制 因為他不取相分別 所以自然而然 就沒有所謂的邊際這種限制 這些語詞呢 師父盡量的會用比較簡約的白話 讓大家知道 因為有邊際無邊際 有的時候大家會比較難理解 反正就是 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沒有局限的 沒有限制的 要不然的話 你聽到有邊際無邊際 那邊際到底是什麼 反正做事情沒有限制 沒有局限 沒有分對象 都是平等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這個叫做佛 事故名佛 這是第幾個 第八 好 那後面 善男子 如來世尊能於淫念 破壞惡障 我們所有的障礙呢 大致上的分法 大概只有分兩種或者三種 一種就是叫做煩惱障 一種叫做手之障 如果分兩種的時候 就是煩惱障 跟所之障 就是這兩種 那如果是三障呢 如果是三種呢 供修完常常在念的 願消三障 諸煩惱 夜障 暴障 煩惱障 好 那如果分成兩大類的話 如果一旦分成兩種 這個是在 在做區分 惡聖人 跟佛之間的差別 惡聖人跟佛之間的差別 為什麼說是惡聖人跟佛之間的差別呢 我們看後面 一者 智障 智障 智障的意思就是所之障 所之障 第二種 二者解脫障 解脫障 解脫障叫做什麼障 解脫障就是煩惱障 有煩惱 大家用一種聯想的方式來記 有煩惱就不能解脫 所以煩惱障就是解脫障 這兩種不同 同一個東西 但是不同的面 沒有的煩惱才有解脫 所以煩惱就是等於解脫 這兩種是同一個東西 那煩惱障呢 它會障捏盤 煩惱障 障捏盤 那 所之障 障什麼 障菩提 大家要人人能夠上口 人人上口 所之障 障菩提 煩惱障 障捏盤 好 那為什麼不一樣呢 先解釋前面的那個 世尊能於淫念破壞惡障 所有的障礙就只有分成兩大類 就是這兩種 所之障跟煩惱障 或者是說智障跟解脫障 那這一念指的意思就是說 佛陀世尊在菩提式樹下 第一時目睹民心所陣入的那一念 就是在講 你只要能夠體悟 能夠成就佛道的時候 其實就在一念之間就可以斷除這兩種障礙 分開斷的話那也是 如果是分開斷的話那就是 第一時間正二聖果位的時候就是斷煩惱障 那其實菩薩也是一樣 到見到位的時候第一時間所斷的也是先斷煩惱障 那所之障是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不斷不斷的去培養教化眾生 然後取得各種的那個禪定智慧 然後再去教化眾生 然後這樣子一來一往獲得的智慧 一旦行圓滿果圓滿的時候 那這樣子就是斷了這兩種障礙 所以知障 知面上我們會以為說所知障 就是我們知道的越多會障礙越多 知面上的意思是這樣子對不對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 所知嘛 就好像是知道的越多 然後就產生障礙 如果是從知面上的解釋來講的話 你們就必須要知道說這個所知障 指的意思就是 我師父用兩部分來解釋 所知呢就是說你知道捏盤 你知道捏盤 但是你不知道成佛 也就是說你所知道的 只有知道捏盤的這一部分 但是其他佛的菩提呢你不知道 這個叫所知障 有限的知道 或者是說呢 你所知道的呢 你所知道的那個叫做什麼 障無知 障礙你所不知道的 這是第二個 再講一次啊 第一個是因為 你已經證得捏盤 證得捏盤之後 因為你的捏盤呢 你所取證的這一法呢 障礙你後面知道的道理 這是一種障礙 這所知道的就是你所證得捏盤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因為你所不知道的 就因為你無知才有所知障的存在 因為無知 所以才有所知障 所以 所知障 障無知 所以不要從字面上去看 我們好像是 讀越多好像是障礙會越大 不是 是因為我們讀得 讀得不夠多 所以才會有障礙 是因為沒有多文 沒有廣學 所以才有障礙 假設今天這樣講好了 你們今天如果說星期二禪修有來 你們禪修的方法 你們就知道了嘛 那你們現在星期四有來 星期四的課 誘伯社世界經 你們的道理 從一開始 一開始集會 然後大家集會開始之後 有人提問 提問什麼是菩薩性 然後悲心是什麼 怎麼建立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種類有什麼 這樣子一路下來 你們是不是已經了解 當一個在下去的發心 應該怎麼樣次第發嘛 你們已經知道了嘛 那星期四的你們的課 如果知道有學的話 那就知道了 那星期五的共修 就不一定了 星期五的共修 有些人有來 有些人沒有來 那你有來的人 你就知道說 喔原來 波瑞是這樣 波瑞波羅蜜是這樣 那你們星期五有來 你們大概就慢慢的學習 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波瑞波羅蜜是這樣 那如果你們星期五沒有來 你們就不知道說 波瑞波羅蜜是什麼 你們就因為不知道 所以 葬菩提 這個叫所知葬 你們就是因為無知 所以才所知葬 你們如果今天知道的話 就不會有所知葬 所以你們明天最好要來 開玩笑是開玩笑 其實師父都還是會 用上面的那句話 提醒自己 家人第一學術第二 不能讓你們太為難 因為你們已經很困難了 不能讓你們再困難 更困難 所以是鼓勵大家 如果說大家真的是 方便的話 你不一定要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就師父之前講的 你不一定要聽師父的歌 但是你到底你不能不知道 這樣夠民主吧 這樣夠民主吧 想辦法要知道 而且呢 我們後面會談到 後面會談到 當一個菩薩在學習的時候 應該不是 不是這裡 在玻璃經裡面談到說 會連帶把那個大餅玻璃經裡面 所談到的那個道理 會把它拿進來一起跟大家講 出發醫的菩薩 最好先明白什麼叫做菩蕾 最好能夠先明白 除非對你的影響打擊太大了 那要不然的話 你們應該要先知道 那如果說你們聽到菩蕾之後呢 會產生驚恐的話 那就不適合跟你們講 你們如果聽到菩蕾的話 你們會 會那個 會進步 會害怕 那你們就不適合聽菩蕾 那當然大家不是聽到害怕的問題 是因為聽不懂的問題 聽不懂 所以因為聽不懂 所以現在就 大家不會跑 就好像現在跟大家講說 那個 等一下地震的時候呢 地震到六級的時候 大家要跑 不一定是這樣 有的時候地震是不應該跑 是要看你在哪一種環境 那我現在師父跟你們講 六級你們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如果師父跟你們講 不跟你們講 地震的時候跑 師父跟你們講說 已經失火了 你們要不要跑 失火了要跑 就用另外一種方式 讓你們知道 反正重點就是要叫你們跑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功德道理也是這樣子 有些人是不太適合聽的 不能跟他講 那大聖法也是一樣 就像法華經裡面的一些內容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些人先離開 離開 離開之後再講 有些道理不適合 現場有些人聽 當然就先等他走了之後再說 那 以後有機會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先學 波蕊 為什麼要先學波蕊 等到在講雜品的時候再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還耐得到 耐得到第四卷的話 還挨得到第四卷 你們就會很清楚說 為什麼波蕊跟我們的修行 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在金剛經裡面在談布施 在談 明明就是在談波蕊 為什麼老是在舉例布施 明明就是在談波蕊 空性 為什麼都是在談石像 為什麼一直在談布施 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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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告訴大家 你們看有沒有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奇怪不是明明在談波蕊 石像嗎 為什麼一直在談這個咧 為什麼一直在用布施在舉例咧 到後面第四卷雜品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 因為在家去世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布施 那最常做的事情 布施 那麼常做的一件事情 你們沒有藉這個機會 去了解信空 那不是很冤枉 你們常常做 而且在家去世最有辦法做的 就像我們前面所講的 在家去世可以修六度 尤其是布施 你們常做 但是卻沒有 卻跟實相插身而過 你們常常來這個地方 但是你們卻不知道 真實的道理 你們卻不知道真相 你們不是很可惜嗎 對不對 那這個就等到最後見識的時候 如果大家 身心還安穩 身心抗慨的話 到時候是這樣 後面會談到身心的問題 很快 就在下一段而已 就在第三段 後面會談到說什麼是 身力滿足 好 那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後半段 那如來 具足至因 這個至因呢 就是菩提心的意思 菩提心的意思 然後至果 就是佛果 因為發菩提心 所以才能夠圓滿佛果 那前面是因 後面是果 這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很清楚嗎 那二聖人 因為沒有 所以呢 他們雖然有 有至因 但是他們沒有佛果 所以最後面這一段呢 這個是跟二聖人做區分的地方 所以這一個地方是 第幾個差別 九還是十啊 呵呵呵 這裡短短的一句啊 你看 智障解惑上是故名佛嗎 這是第九 那裡面就沒有跟那個 再把二聖人 提出來了 就直接說佛的一個 至因跟至果 好 好 那這一段是在講 如來的 親信的智慧 還有親近的行為 還有具有親近的智慧的菩提音 所以能夠圓滿智慧的果 那這樣全部都圓滿 這個叫做佛 好 那這是這一段 下一段 下一段講一點點好了 下一段這一段是在講佛的功德 這一段是在特別標 特別標榜佛的功德 這一段 三男子如來出言 無惡無妙 這個無惡呢 就是說不管做任何事情 態度都是一致 想法都是一致 這個叫無惡 這個叫無惡 那無妙呢就是沒有錯誤 那同時呢 亦無虛妄 沒有虛情假意 不會有這種心意 同時也不會說出一些不恰當的語言 不會有不恰當的語言 同時呢 智慧無愛 這當然很清楚嘛 智慧沒有障礙 智慧沒有障礙 所以才可以怎樣 勒索義爾 一個人如果智慧 他有局限的話 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就會自信 會有一些缺乏 如果說我對這個行業 我信心滿滿 當你在介紹這個行業 你會心裡面會很踏實 而且你會嘔嘔不絕 就像每一個人 他做這個事情 做這一行的 他講出來的這一行話 我會 就一直講講講講講 而只要隔行的 他不懂的 他可能就沒有話講 但世尊不一樣 你不敢跟他 不管跟他談什麼 不管什麼話題 他都有辦法跟你談 包括現在的世俗賽 他也可以跟你談 哦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以宣援佛陀正法 培育優秀身材 積極社會公益為職 二十多年來 藉由各項法務 推廣宣援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讓信眾有學習佛法的道場 實踐了弘揚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證佛經法寶結緣 讓大眾接觸佛法 明白因果夜報觀念 才能斷隔修缮 改善命運 所有的方便法門 都是為了引導現代人 認識佛教 學習佛法 才能離苦得樂 這是慈悲置業的 長期以來的使命 為了護持佛法有序 第一更多眾生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邀您繼續護持 共同推動慈悲置業的各項會晤 讓佛法甘露遍灑各地 潤則群生 護持郵局化博帳號 5044-4468 5044-4468 護名 財團法人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總管理處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爾段20號 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傳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台南分會 旗艦49日 要施法會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時間每日下午2點開始 恭請佔性法師主法 聯絡電話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陸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義共睦佛恩 避免信眾於密閉空間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睦佛恩 歡迎加入分會賴群組 可登記病苦者 每日法會後皆會回向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台南分會書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師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開始 每周三下午3點到5點 招收對象 國小國中生請提早報名 報名電話 06-271-6616 06-271-6616 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陸二段345號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義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參加共修 敬請佩戴口罩量體溫 活取熊膽 這些熊身體被人類穿上了鐵衣 無法活動 連自殺也不能 他們的身體被挖了一個洞 插入一條管子倒膽 每天活取膽知 鮮血淋漓 在越南 中國 有許多大大小小合法或私人的養熊廠 養熊廠裡的黑熊品種多數是月熊 他們的任務是活著並提供膽知 活熊取膽的方法 是將一個金屬管 永久地插入熊的膽囊 另一端露在熊的腹部外面 因為傷口裸露在外 永遠不會痊癒 所以經常感染 為了增加膽知的流出量 熊廠會用特製的針管 扎進膽囊去膽知 每到這個時候 被抽取膽知的熊羽都會疼得慘笑 並把自己的腹部抓得血肉模糊 有些熊因為無法忍受抽牌的痛苦 會用頭部去撞天 而造出精神錯綜 並把自己的肝腸內臟都拉扯出來 工人看到這種狀況時 就想到了一個非常殘忍的做法 就是製作鐵馬甲 幫他們穿上一輩子 這樣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殺 可憐的黑熊 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 受苦致死 這種鐵馬甲非常笨重 把大熊的整個身體全部靠下 只有肝臟的地方開一傷口 來抽取膽知 這些穿上鐵馬甲的大熊 在抽取膽知時 除了殘教 顫折 就是能拼命的頭 連自殺都無法做到 正如你所看到的 這裡是一個酷刑士 一個熊的地獄 他們在這裡根本無法活動 無法站立 無法轉身 只能默默忍受著每天兩次的活體驅膽 當這些可憐的熊得了重病 再也炸不出膽知時 就會被扔到一旁 不給食物吃 讓它慢慢地死去 曾經有隻母熊痛苦不堪 有一次找到了機會 首先把鐵籠子敲開 熊跑出來了 快跑啊 去把自己的孩子小熊殺死 就是不願意讓小熊受這種一輩子的痛苦 在他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後 這隻母熊也自殺了 其實熊膽並不是什麼名貴中藥 完全可以用草藥或人工合成代替 請大家告訴大家 請大家盡全部可能的力量 廣泛宣傳 堅決不買不用這些熊膽之品 詩時功德殊慎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博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摩波羅蜜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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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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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